Saturday Happy Saturday 星期六下午好 又到了我们欣赏老歌音乐养生的时候 那么 今天我们欣赏的 这首歌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永远的 邓丽君 永远的邓丽君 邓丽君到底多有名 到底唱的多好 这个就是应该说是 基本上是华人都知道 所以我就在这里也不继续 因为 我们今天的时间 其实挺紧的 因为我收集了很多 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首歌 有那个交响乐的 吉他的 二胡的 跳舞的 母女连唱的 还有外国美女 用半中英文在唱的 不可能全部都欣赏 但是我觉得应该都给大家一点 taste 都给大家一点taste 风叶红老师 你好 谢谢你打开 这个 那么 我的整个课程是这样安排的 前面这段时间呢 我首先 放这个卡拉OK 因为这首歌 是家一户晓的歌 所以呢 以前我都是欣赏原唱 那么 放卡拉OK呢 还有两段 我唱第一段 第二段就看哪位老师先举手 愿意唱的 你也就唱第二段 那么我就是 我会放卡拉OK出来 在过门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停了 那么就请第二位老师 就看着屏幕 看着屏幕再唱 没有的 没关系 没有的我就根据 当时的发挥 如果感兴趣 我就继续再唱第二段 如果我觉得时间太紧 我就停掉了 那我们就开始来欣赏这些 那么 后半段呢 有两个节目 一个是 就是 我跟那个小林老师 小林老师来了吧 看一下 小林老师 跟小林老师一起分享一下 情绪对话 这个 我们唱歌养生也好 这个 保健养生也好 都是为了 就是说健康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调节情绪 阿财大哥好 朱老师好 妹妹 哎呦 我都叫不过来 反正是 要你过来 把那个小林老师 设委联系主持人帮我 你过来 下不在 等一下 等会 等会 因为那个要到后半 后半阶段 所以 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最后呢 由云淡风轻老师呢 就是 分享 他的家乡也好 还说什么 给我给我们一个surprise 好 那么 有没有几首的 想唱唱 哎呦 杰克老师好 哎呦 听众老师好 我昨天向李主席 给我打电话 我说 其实姜老师 我说 这两年 不到两年来 对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和这个 我们这个 欣赏老歌 还有学唱英文歌的 那个 接下来的那些姐妹 和兄妹的这种友谊 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 最重要 核心 其他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所以就是说 一个星期不见了 或者三天不见了 还是有点响 所以 因为我们都有共同兴趣 而且都有养生的爱好 好 下面有没有 很简单 这首歌谁不会唱啊 这个有几首的就几首 没有几首 那我开唱了 我就 就没有时间停下来 有没有 叶子老师 我们上来很久了 找不到地方 你今天要教的是哪 什么歌名 夜亮代表我的心 啊 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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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手了 好 好 Carol 那你随时准备着啊 这个我马上就放卡了 OK 这个 因为 这个有的时候 效果不好的 万一不好 你就继续往前走 没关系的 我们都是激进 我们不会到来到去 好 你唱前编啊 你唱前编 对 我上面有 就按 大家都分享的 其实关了话筒 大家都可以唱 但是就是我们打开话筒 第一段是我唱 你等着 等我说 好 Carol 老师你唱 因为他过段 过门的那一段 我叫你唱 你再开始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看这个卡了OK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 听不见告诉我哈 因为我这个 我刚刚分享的不知道按了声音频 听得见音乐吗 听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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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是看不见你们的 你问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没有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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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听到你的声音 没有关注 没有关注 好 再来 停停停停停停停 来过一次 来过一次 按下声响 谢谢 好 好 再来 开一看 try again 这么多版本 亲爱的朋友 音乐听得见吗 听见 这个很好了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音 你 你问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我爱你 我爱你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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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去想 你去看 你去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爱你有多深 你去看 我爱你 我爱你 好 下面 大黄梦 哎呀 哎呀 你太小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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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想你去想 你去看你 你去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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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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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 好的 好的,杨老师首先抱歉,这个是我的过错,这个分享不是很成功,但是你的美丽的歌声,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因为你经常在我们这个欢乐唱里面,所以抱歉,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演唱。 好,下面我们欣赏,这里全部是如果这个一放,今天下午是我们哪里也别想去,下面我就是倾听点水一样的,这个就是说是把它有些部分给大家来一些亮点。 首先我们看看一个white girl,这个一个洋人,一个美女唱这个歌,听几句,我们又去走下。 好像声音好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购乱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哇 这老朋友一个个都看得很起劲 我眼泪都听出来就唱太好了 那个虽然这个 他唱英文肯定更得行英手 就像我们唱汉语也更得行英手 这汉语没有我们留意 但他把那种感情还是唱出来了 哎呀 那个李华叶老师 你太舒服了 搞得我 你看你还在那种表情 表情 我还在病期间呢 我站久了 我会累 所以我只要坐下来吃一会 不 我觉得你这种relax的 给人一种学的 影响我们 欣赏 不是影响我们 给我们带来 放松地去听歌 好像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 给我这种感觉 谢谢谢谢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美女唱得这么好 那么一些教堂的小朋友 是怎么样演绎这首歌的 可能Ai是愿和感觉 有些女唱不见的 也会是愿意 你快ches ! 其实 是愿意 equipped 有些不三 有些不许 원�就 这能让能够 让你 有些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美好的世界好像也我们也进了那个神圣的大教堂 你说这个歌可以演绎这个样子让人整个灵魂是so pure 这让我想起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小学里面一年级唱的第一首歌也是月亮之歌 大家记得那个但不是这个是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欢喜 所以一首歌我记不清楚那首是七岁还是几岁 那个时候还是砖头大的那个台 一个人穿了一个那个裙子 哎呦在那里跳跳跳跳跳 所以哎呀这个童年的那个美好的回忆啊 月亮 月亮 一种纯净 好 下面 我们再看看这个这个就不看了哈 这个English Guy The Guy OK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Guitar OK 现在有些老师在学吉他 到时候也可以把掌的这个月亮代表我们 可以演绎给大家听 听一点点 听一点点 字幕志愿 好 这个吉他弹唱 还没唱 我们就停到这里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咱们这个中心开了吉他课 开始我也挺感兴趣的 坚持不了 这个什么乐器也好 唱歌也好 都是要去练的 老师还教的挺不错的 虽然比较年轻 我们都知道吉他是罗曼蒂克 以前人家在窗子底下弹吉他也好 咱们现在夕阳红了以后 有的时候也可以浪漫一把 到公园里面拿一把吉他 就是不会弹全部的谈单组旋历还是可以 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吉他的形式也是非常好的 好 古增我就不放了 这个就是说是太多了 这个我们对古增非常了解 下面我想给大家放一个 我估计90%的人没有看过 母女两个人一起唱 这个母女两个人唱呢 那么下面大家看看 她们是长得什么样子的母女两个人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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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情無意 我的愛不變 月亮代表我的心 靜靜的一個吻 已經打動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教我思念到無際 你問我愛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方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 你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我看到傑克老師今天換了一件衣服 挺好 不錯 你們欣賞那個 傑克老師你打開話筒 我簡單地問一下你 問一下你對這個看法 好像我給你 好 對 這個你看過嗎 下午好老師 各位老師下午好 是說我 對 我說你看過他們母女兩個唱歌嗎 這個沒有 這個沒看過 這個版本就沒看過 好的 你覺得怎麼樣 太好 首先老外能唱中國歌 用中國語言唱中國歌 那個那個就很 了不起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對 就像我們唱夜夢夢歌 咱們也了不起 對 咱們也了不起 咱們也了不起 好的 謝謝傑克老師 我給大家透露一下 這個女孩子叫雪蓮 非常棒 感興趣的可以去跟蹤一下她唱 唱了很多鄧麗君的歌 就像我們已經欣賞過的 天咪咪咪 哎呀 給人都唱話了 我跟你說 真的唱得很好 我上次本來要想講一個學位的 這個學位就在這個 就在這個樂舞這個地方 我說 哎呀 找什麼相片 對對對 就去找雪蓮的這張照片 一看就知道 這裡畫一個圈 大家就 對這個特別好 我就開個玩笑 這個雪蓮 前幾年結婚了 丈夫是中國人 她不光會唱中文歌 而且廣東話那個歌 也唱得特別好 但是她自己 那個就是說 曬了她怎麼樣學廣東話 太難學了 她的媽 挺厲害的 是好萊塢的 好萊塢的 當然是群眾演員 不是那種 但人家不管這個 群眾演員跟民演員 都是要在一個 排練場地 或者什麼的 這種風雨都是見得比較多的 所以 看著這一對母女唱的 我覺得眼淚都看起來 我跟我女兒呢 也同台演出過 沒有唱這個歌 唱了一個Edawise 在多倫多 但我女兒不讓我放的 我女兒也唱得不錯 她是多倫多 在300個人裡面的 第二名 唱歌也唱得非常好 她是上海中學的高材生 所以呢 這個讓我也看得眼淚汪汪的 這個總而言之 我覺得這一對母女真的是非常棒 好 你們感興趣的 去看看雪蓮怎麼唱中文歌的 她會 她會從她這個 就自己怎麼學中文去演繹等等講 我覺得非常棒 好 雪蓮的這個我們就 完了 現在看一下時間 我們還可以再欣賞兩個 好 下面我們再看一下這個二胡 五 這個設想技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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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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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最后再放一个交响乐 但放交响乐之前 对我来说 这些名家名演员非常棒 但是我最想听到是 大家今天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你们的声音 所以这个交响乐 我就放一两分钟 我就停了 现在27分 我想花一个几分钟 打开视频的朋友们 我就按照我这个上面的视频 我就会点冰点降 那么没有打开视频的 如果你想发言 你举手 你会优先 这个因为我 你们不太好意思吗 对吧 告诉和我分享一下 你喜欢的这首歌 或这首歌对你的影响 不要太长了 因为太长了 我们后面还得全部就来 大概最好就是说 这个一两分钟 快速的分享一下 这首歌你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或者一些名 这个这个这个 anecdote 就是小小的那个 我现在讲不来的 anecdote 反正就是去世之内的 我就反正这样争取的话 我们这个好像打开屏幕 今天大概都有十个朋友 每个人 我都听到你的声音 蒋老师 对我就是最大的安慰 这是我今天下午来 最期望的 最期望的 好 下面Oxtra 就是说是 你看上次咱们朱老师 就是说一下分享出来 请到伦敦来 哇 给我 给我乐了一个星期啊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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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朋友的东西 真是比那个 在这个 叫我买票去看 我都去看我们这个朋友 我是实话实说 我职 职人快语的 好 下面我们Oxtra 来让大家准备一下 这个Oxtra OK 交响乐 全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有几分 我的爱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爱你有多少 我爱你有几百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偏 愿代表我的心 轻轻地 这些名演员也好 大哥心也好 你们去休息会 现在我要听我亲爱的朋友们说话了 好的 我就从我这个屏幕 因为可能每个人的这个 都是不一样的 好 下面第一个请风叶红 老师请你 跟我们说两句 说说 今天牙不好 OK 那你休息吧 好 谢谢 谢谢 对的 好 但我你 谢谢你牙不好 还来坚持听 月亮代表我的心 等会一定会好起来 好 这个 这个老师 已经 说过 等会我再来找你说 好 下面那个小令老师 开讲 OK 说实话 我刚才听了 这些老外们 从老到小 老中青三代 都把月亮代表我的心 唱得这么好 我真的好感动 为对立军这首歌 全遍全世界 真为他感到骄傲 真的 对立军要是知道的话 真的是觉得太了不起了 一首平平淡淡 一首这首 表达一首感情的歌 听得很温柔的一首歌 居然能够在全世界 传遍这么管 哎呦 我为这样的华人 感到很骄傲 很自豪 真的 老中青 总结的好 真的 真的是老中青三代 你看 这么好 我觉得 哎呦 太了不起了 这些人真是 对对对 好 下面有请朱老师 朱老师完了以后 阿彩大哥 阿彩大哥完了以后 尤尽松 尤尽松老师 好 有请朱老师 大家好 叶子老师好 这首歌啊 我从小就听 听到现在 在台湾也听 到大陆也听 它是 只要中秋节 这就是一首 代表月亮的名曲 老人也会唱 年轻人也会唱 小孩子也会唱 老外也会唱 老中更不用讲了 所以我每次 唱这首歌 百听不愿 越唱越喜欢 刚才听了这个 这么多乐趣演奏的 这个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最喜欢的就是 二胡 就二胡拉出来的 那种感情 特别漂亮 有一种 很凄美 的那种感觉 以前我在学校 教书的时候 那么 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是学生 最喜欢的歌 总而言之 月亮代表我 我的心 这首歌 是我的最爱 而且百唱无厌 谢谢各位 哇 二胡的清美 我又学了一个 老中青 每个人都有他的亮点 下面来 阿彩德哥 看你的 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 来 有请 这首歌 我回说是青少年 少年还听得少 那时候 我少年时代 那个中国还比较贝斯 然后后来流行过去 到时候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流行过去 就比较开放的 特别是邓丽君的歌 那就比较流行了 那所以我青年时代 就是中青年时代 听了比较多 但是我正是唱 我唱过 我在登台唱过 但是不是独唱 是在 是在这个 南里 就是我文国华 他有个蓝米卫星城 这里有一个 荣星华唱团 在那里边唱过 唱过这首歌 但是是分布的 分成四部 我是唱蛮高音 那个谱子 怎么唱的 我现在都记不得了 所以我刚才 听那个华唱的时候 我就想听听 他那里边声部 里边有些什么声音 结果他是两个拧唱的 我们那个没有拧唱的 我们就分成四部 男中 男高 男低 女高 女低 就这四部 我最后他唱起来非常亲切 而且你听起来 听起来很亲切 还觉得很好唱 但是你要真正唱出 他那个柔情 那还是不太容易 那有一定的技巧 而且你像我的伞 也慢慢比较大 所以我每次唱的时候 老师说你这个地方要弱弱 不能让你偷出你一个人的声音 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 你要弱下去 我有时候弱下去 就弱不下去 所以你要唱好 不大容易 要用心去唱 用心去演绎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阿财大哥 对的 这首歌是要融唱 又学了一点 下面有请靳松老师 跟我们分享 请你打开你的话筒 然后说说你的看法 可以打开 你不想说啊 好的 没关系 好 那个叫什么 什么叫台丽雅 是不是 台丽雅老师刚才看到 一下又没有 没关系 好 下面 美美老师最后做总结 因为我是 对 先把那个 杰克老师搬下来 然后再美美老师做总结 好像基本上雷大姐了 雷大姐 雷大姐 雷大姐做好准备 先咱们这个杰克来一把 杰克就是说是年轻的 好 有请杰克 让我说是吧 简单告诉我们几句 对 你 好 这个 又让代表我的心 这首歌曲 大家都耳熟能详 都几乎都会唱 主要是说歌词也美 旋律也美 另外就是说 尤其是说 就是这个 对于青年人 就是说在谈恋爱 表达着爱情方面 特适合年轻人 就是谈恋爱 表达自己内心感 内心 内心 那个思想 那个 或者爱在 爱你 爱在心里 苦难卡 这时候可以唱 就是说 我爱你有多深 完了 我爱你有 那个情也真 然后 我的情不变 或者清醒的一个吻 我觉得就是说 在 年轻人 在谈恋爱 什么 用这个歌 我觉得 差到好处 有的时候 眼里不好说 唱首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代表 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代表 这个 我爱你的心 杰克老师 我这个 谢谢你总结 但是我想说一点 我唱这首歌 我可以完全把 歌有的这种感情 全部 爱 有一只爱 也好深的 你说这个吻 你说咱们在国外 这法国人见了以后 虽然我们不就这个 check 这样吻 也是 这也是一个情绪的吻的 对啊 这个什么年龄 说什么话 咱们已经回不去 这个 说老实话 有人问 现在你如果是 时间倒转 你想不想回来 我不想 因为我很高兴 一步一步走过来 不同的年龄段 有它不同的 所以杰克老师 不要停留在 这首歌 就是年轻人 以后咱们在养老院 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还是可以跟那个大家对吧 人家的护士怎么爱你 大家怎么样都可以 任何时候 人只要还有一口气 他都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爱 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是个人的看法 请供参考 下面有请 我查一句 我查一句 你刚才讲的爱 我认为是大爱 这个大爱是上帝给我们的 天上人间都存在的大爱 刚才为什么教堂的那个 他同声唱得很好也很感人的 他就是一种大爱 表现的是一种大爱 好 现在有请雷幻叶老师 谢谢叶斯老师 我说说我的心路历程吧 我74年已经离开中国了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 在中国不唱邓丽君的歌 也不唱这种软面棉的歌 太软了 都是唱那个熊壮的歌 我到了加拿大以后 听了这些歌 心里就觉得 好像跟中国提唱的那种 情调不太一样 但是慢慢我听了 真的喜欢上了邓丽君的歌 特别是这首歌 这首歌是家喻后客的 谁都会唱 但是呢我一般我唱了很多歌 这首歌我是很少唱 因为他太多人会唱了 你唱的不好的话 哎呀太多人知道你真是唱不到位 所以我就越熟的歌 所以我就越熟的歌我越不敢唱 刚才听了好几种版本 我也喜欢那个拉赫胡 拉的那个感情啊 书法的真是 太熟悉了 太熟悉了 对的 Two string boiling 谢谢谢谢 雷幻燕老师好厉害哦 这这么短里面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心理的路程 这个高人就是高人 怎么样就以前不喜欢 一下子哇 这个这个这个太厉害了 有的人要花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总结不 向你致敬 向你致敬 这个简短的几句话 心路旅程 感谢对的 很多以前咱们中国 有的人认为这是迷迷之音 但是他这个 所以这个雷幻燕老师说的也是真的 但是现在怎么样 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 跟着我们每个年龄的成长 或者怎么样 我记得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会偷偷去听的 反正就不 就都不去说了 好 下面 哦好像 哎 冯叶红老师 科夫牙痛给我们来几句 太好 我把这个一煮牙 拿掉了 机会吧 不能放过 因为我是对大家的 那个 大家的谈 和我的想法 我也想表达一下 简单说几句吧 月亮代表我的心 是用月亮 表明自己的心意 月亮是美的象征 月亮是承载着人类情感的相思 月亮呢 承载着文人默克的寄托 月亮象征着永恒 所以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对你的感情如明月 一般的美好 永古不变 我就 简单说这一些 冯叶红老师 你太棒了 太棒了 我好感动哦 你把你这个 就是说 沙布也好 或者是什么 有的时候干净的汗衫 也可以的 因为有的时候 那个 拿掉 跟我们分享 我好感动哦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用另外一种方式 以后咱们大家 如果有牙痛的时候 都想到我们就会就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再更主要是 感谢这个 封叶红老师 给我们分享的这个诗样 你不管是这个网上也好 是他自己写上 他花心事去 这种东西是真情 很可贵的 很可贵的 我们今天谁也不知道 封叶红老师会上来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今天会牙痛 这种现场东西 激性的东西 真情的东西 是任何东西 没有这个 无价之宝 无价之宝 我感动的就是这一份 感动这份 而且现在我就觉得 咱们这个组 各个都是 精兵强将 非常好 艺术的精兵强将 好 好像最后就有请 这个美美老师 早就跟我说了 这个她本来今天要去办事 但是艺术艺量 也代表我的心 这是她的最爱 好 我就不多做绪绪了 下面有请 美美老师 给我们概括一下 有请美美老师 谢谢大家 我也不会说 因为那个 越来代表我的心 这次跟着对我来说 是比较深刻 因为当初的时候 我在厦门大学 出差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中国和台湾 大陆和台湾 不是中国 大陆和台湾 是互相对着打炮的 后来国民党就不打炮了 他就放了那个 邓丽君的歌 那么当我听到这首歌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呢 虽然说那个 这个邓丽君的歌呢 非常的甜美 但是他的歌 不是非非之音 这个也 你现在刚刚那个 叶子老师 放给我们亲的老中亲 大家都很喜欢他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 小林老师 那首歌 是一个深入伦心的歌 并不是说 年轻人 或者什么 但是老中亲 小都是喜欢的 其实这一个呢 这个歌 虽然他是写的是爱 但是他不是非非之音 他是非常的 就比如像我们一个中国人的心 就是要热爱 那么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 其实邓丽君 那时候是全世界二十大 歌唱家之一 他唱的歌 大家都很喜欢 外国人非常的喜欢 那么喜欢他 不是他的灰灰之音 而是他的歌 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这样 我就讲这一点 不要讲的太多 大家前面都讲过了 就这样 好 今天一个爱子 把这个这首歌总结很好 下面请大家 都来做一个爱子 我知道我们最有 不能讲这个 很有爱心 因为大家都有爱心 对吧 很有爱心的这个陈老师 在跟我们拍照 那么咱们呢 也做一个心 对不对 献给这个 给我们辛苦的 这个这个 总视视频拍照的 来来来来 来做一个爱心吧 咱们也 那个 怎么 舔一把 哎呀 看对 李老师 放在头上 放哪里 放哪里 谁都放哪里 放哪里 对对对 来来来来 来 金钟老师也来一个 来 来 对的 这个 哎呀 不错不错 好好好 好好好 一 二 小李老师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感谢 感谢 感恩 感恩 时间过得好快 时间过得好快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对这首歌 都非常有感触 对我 后面那个 没有打开话筒 有没有老师 那个举手啊 我都想等一下 这个忘记了 他们 这个 有没有 有吗 你们可以给我看一下 没有的话 我就 接下去 我就开始 好 我们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下面还有两个快 Oh my goodness 我以为我关掉了 那就惨了 下面呢 我就跟小林老师 来分享一下 这个 情绪对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中医说 百病生于情 今天明显的像 风月红老师 我估计现在 肯定这个牙痛 如果是有七分的话 由于听和唱说 可能现在减轻了 起码三分 还有四分 那么就是情绪的关系 就是情绪的关系 这个很长的 今天我们只能分 分享一个非常简短的 这个 这个 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一看到 好东西 我就想跟大家 百病生于气 这是中医说的 大家一紧张 纠结压抑 马上这个情绪 就会造成病 那么具体怎么样呢 这里有一句话 大家可以记下 不真是慈悲 不辨是智慧 不真是慈悲 不辨是智慧 但是我们都是人 就像我们都有爱 对吧 我爱你 我才叫你 你怎么又这样做了 我叫你睡觉 你为什么还要看电视 我爱你才怎么怎么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 这个我们自己的情绪 好 下面我今天就和小林老师 分享一个对话 叫做五脏以情绪 我们讲到多少算多少 因为我要停下来 我估计讲不了几句 因为我要最后要留时间 给云淡风轻老师分享 好 小林老师来 由于小林老师呢 上次他 你看我现在来不及换 这个聚焦了 小林老师上次由于做那个学音 学那个医学英语 你那个演那个医生演的特别好 或者病人特别好 那么这一下就肯定你是我们两个 好 下面五脏和情绪的对话 大家可以听一下 请问肾有问题是在说什么 害怕恐惧胆小 看到了 这个肾就出问题了 就是说终于讲了 如果这个肾经常容易 也就是说反过去说 经常有恐惧的人 肾容易出毛病 怎么调整心态 请问 承认自己害怕 承认自己害怕 知道吧 承认以后你才知道 去怎么样 好 肺纤维化在说什么 不想活了 哎呦好严重 肺解核呢 寻求关注 肺癌呢 太要强 大家听说过这个吗 这肺癌的人是太要强了 这个我也要好好继续 再来几句 肝上面的恶性病 是说明什么 被忽略 被忽视 怀才不愈 愈肌 对的 中医有一个叫做肝气愈结 下面我请大家做一个动作 做一个动作 把两个手放在这个胸斜这个地方 哎 接下来听云淡风轻老师的时候 咱们就边按 边按 右边是肝 左边是皮 皮是煮湿的 肝是煮生气的 啊 你说怀才不愈也好 人家不理解我也好 经常自己就这样去摸 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好啊 那减 减轻你的思虑 可以帮助你 那个防止肝病 好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哈 所以最后我再跟小林老师说 对一句 以后我们会继续去对 这个非常好 好 下面小林老师 我再跳哈 你也要够 那个 好 那个 请问小林老师 最后一个问题 怎么样调整 那个肝病的心态 怎么调整肝病的心态 我看看啊 你跳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找到 我没有跳 我没有跳 其实我没有跳 看到了 你只要 你只看到 没有看到的那一点 看不到 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你错过生活 错过生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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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说 那个 给大家 如果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圆圈 中间有一个小黑点 这个时候老师说 你看到了什么 朱老师 假如说 我这里没有 假如说 我这里一个圆圈 上面有个小黑点 那么我要问朱老师 朱老师 你看到了什么 你怎么回答我 我看到黑点 是吗 你看 对吧 看到了黑点 这个老师本身是想叫他讲 我看到了一片白 一片希望 但是咱们一般的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又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这个 谢谢朱老师的配合 我估计朱老师肯定是 如果他讲 我看到了一片就是白的希望 或者什么的 那我就没细唱了 所以不错 哎呀 感谢朱老师 感谢朱老师 好 下面就到这里 到这里 有请云淡风轻老师 下面我们可以 边磨干 边磨皮 听咱们云淡风轻老师的分享 由于云淡风轻老师自己的要求 所以我不聚焦 我们就继续保持咱们互相的这个焦 好 云淡风轻老师 请你开讲 还有八分钟 好 我呢 首先说我 我下面介绍的这个城市呢 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是石家庄人 但是我几岁的时候呢 父亲因为要南下 知识土改 后来就到了邯淡这个地方呢 他的一个老领导就非要留下他 然后他就没有南下 就留到邯淡了 然后我就成了 就是做了邯淡吧 就是成长了有四十多年 所以呢 我就把邯淡作为我的故乡 我做一个介绍 邯淡跟大家都比较陌生 这两个词呢 大家也就是一个地名 我简单介绍一下 邯呢 是山 叫一个山 叫寒山 丹呢 是山的尽头 两个合起来呢 就是邯淡 邯淡有八千多年历史 有三千多年的建成史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 他是河北省最南端的 近济鲁域四省的交界处 交通呢 自古以来就很那个发达了 他呢 最著名的时候呢 西州的时候 他已经文明下尔了 还有商周王那个 在离宫别馆的这个传说 很老的一个城市 他最著名的是赵国的首都 成为赵国的首都 长达百年多 百年之久 是北方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的一个中心 他当时繁华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我就说什么呢 说一个邯淡学部的成语 就说 因为赵国是当时一个中心了 他就是北方的 相当于一个上海式的 那么一个繁华的市 那个城市 邯淡学部呢 是燕国的人到邯淡来学部 邯淡 就觉得邯淡人走路都是好看的 穿着打扮等等就别说了 然后呢 在这儿学呢 怎么也别人学会 最后呢 把自己这么做也忘了 踏着回去了 这个故事呢 成语故事 邯淡学部 就出自于赵国 这个地方 就是对赵国当时的繁华 可以说是一个说明了 邯淡呢 这个繁华自古以老的 繁华说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秦始皇六国 统一六国的时候呢 由于战乱 就是彻底的 就是摧毁了几乎 就由一个都市呢 变成了一个巨了 从那时候开始呢 就邯淡可以说一决不振了 警方以后呢 他又逐渐发展起来了 成为河北省第三大城市 那个 他那个经济发展也比较快 就是 是北方的一个粮仓啊 是 济南的一个 连海 反正还是挺好的 我现在重点 这个大致去说一下呢 就是他有 1.2万米平方公里的土地 有940多万的人口 也是一个 较大的市 就是比重的城市 还要大 就是人口来说 对规模来说 但是他因为 发展还是不够快吧 所以现在呢 他几乎是 虽然是 河北省第三大城市 但是呢 现在的经济实力等等 各方面呢 不是说特别的先进 就全国水平来讲 但是我呢 重点想说什么呢 就是想说说 邯淡呢 他的几大特色 一个是 因为是赵国的首都了 历史悠久 所以呢 他有很多的名人 就出生在邯淡 后面说 那个什么 秦始皇啦 大军事家孙子啦 还有秦始皇的宣相李斯啦 大法家荀子啦 大唐明相魏征啦 等等 他们都出来了邯淡 或者跟邯淡有 千词万缕的联系 再一个 他有很多的名点 除了名人之外 还有很多的名点 你像那个新闻报 剧业啦 这都是著名的历史故事 江江河啦 父亲请罪啦 还有巍巍旧照啦 完璧归照啦 毛随自见啦 等等的 这都有很多 很多的典故 大家耳熟能详的 再一个呢 就是他的名圣 就是他有赵王城的遗址 有战国时期 这是保存的最完整的 一个战国时期的遗址了 另外呢 还有武林丛台 就是赵王点兵点将的 那个观礼台 还有想方石窟 还有吕仙慈等等 学步桥等等 有很多的名声古迹 还是值得去看的 说实话 就是从历史 这个 他的历史 这个 这个发展的轨迹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名声 可以去看的 但是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说 那个什么了 我重点想说 他那还有那个 不少的这个神话故事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了 因为历史悠久 是吧 名典 这个名人都很多 所以呢 他这有很多的 这个 有不少的神话故事 好比说 女娲补天的这个神话故事 这个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 就是在远古洪黄时代吧 女娲呢 就是在 海南这个地方呢 炼石不天 余代风景老师 还有一分钟 哦耶 OK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我想 那我就说一分钟的故事了 就在离我 童年的时候 就这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想堂寺 有一个山呢 有一个大石头 一敲冷 蹦蹦蹦的响 还有一个神话故事 就是那住了一群的 小仙 就是这个人参 这个和尚呢 要吃人参 然后呢 等他们调水的时候 离开这个 想堂寺的时候 那个寺呢 就升到我们起来了 升到半山腰了 那和尚呢 就只好 妄妙形叹了 这是一个神话故事 在一个我住的地方 有一个黑龙洞 原来就很大一个泉水洞 所以里面住了一条黑龙 现在呢 黑龙洞干河了 但是呢 那有很多的泉沿 还有一条河叫 胡杨河 我和我哥哥经常去钓鱼 帮我小姨小家 给了我很多童年 美好的回忆 所以呢 我说寒淡是我的 美好的第二个像 好了 就这样吧 谢谢 非常感谢云淡风景老师 我拿出一个苹果来 下次我们分享 你是我的小苹果 但是不对的 大家 你是我的大苹果 你是我的大苹果 好 下次我们一起唱 一起跳 非常感谢 发言的 以及听众 任何一台戏 有观众 也有演员 没有观众 咱们演的也没劲 对吧 那么咱们演那么那么的 这个就是说互相配合 我再想说一下 我觉得我点兵点将 这个分享的 非常感谢云淡风景老师 从现在开始 大家自己认为有什么想分享的 可以发在 发在群里面 我觉得这个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时间已经到了 我超一分钟 大家我跟你们说 其实咱们都是一个单位的 什么单位的 欣赏老哥单位的 年纪退销了 退销以后咱们有个单位 对吧 这个杰克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是欣赏老哥单位的 若干年以后咱们都是一个单位 都是同事 好好珍惜这份人情 这份友谊 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分享有什么好处 第一 学会减明恶药 我们眼级大人家都嫌我们说话多 到这里没那么多时间 限制咱们减明恶药 像今天雷幻叶老师 哇 几分钟啊 把他听 轻漏的给我们讲了 我这个也好好去学一学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听和说还是有区别的 第三个 你的好的东西 给我们分享 所以我很珍惜 不要群 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这么有这么 你家三个女的就一台戏了 咱们这几个女的 还有两个在败掉 咱们多勇气了 好了 我也不想多超 多超时 感谢 下次你是我的大苹果 星期六届 有什么想分享的 在星期三之前 等没有的话 我非常感谢小林老师 我们有很多会back up 如果你自己什么想 但有的时候 还会根据情况会调节一下 好 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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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的排列规律是两个黑键三个黑键两个黑键三个黑键两个黑键下面应该也是三个黑键但是它这个键盘排不下了这是120倍的180倍的它这个下面还是有三个黑键那么从怎么找这个Dolantico Song呢从这个两个黑键上面的一个白键开始这个音是中音都 直接往下 这个是高音东 每两个黑键上面的一个白键都是东 这是中音东 这个是高音东 再往下两个黑键是再高音的东 弹奏的时候把手拿起来很自然的放在琴键上 一个手指都一个琴键放好了 手臂不要这么夹着也不要这么夹着 就是很自然放松的稍微有一点点的间隙就可以了 放在这儿了 弹奏的时候每一个音下去的时候 手指是其他手指是不要动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炸起来 不要炸起来 手型的尽量是放松自然的这个状态 就是你平时走路睡觉最放松的那个状态就是这种手型就可以了 然后再讲一下左手的贝斯 左手的贝斯我们前两节都讲过 这个贝斯上下一摸 在它的第二列开始 摸到靠中间的地方 摸到一个带扁坑的贝斯 这个贝斯就是我们说的C和弦也是E和弦 我们比如说是通俗的说 这是1和弦这是4和弦这是5和弦 说的就是这个 1和弦就是C和弦 那么弹奏的时候把4指放在带扁坑那个贝斯上 3指放在 3指放在它后边这个贝斯上 你看这个排列是斜着排列的 它不是横平竖直的 斜着排列的 放上来 就这样来弹奏 那么今天呢我们学新手 新的曲子 就是双手这个练习 我昨天已经把谷子发到了 发到群里 以前也发过这个 发过这个谷子 现在来清一下 这个曲子呢也是5个手续之内的 走来密发骚 123鼓才练好了 先清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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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完整的一首曲子 好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这首曲子 首先看右手 右手的这几个音符 完全都是在总人名发搜之内的 而且它是处于四三拍的 四三拍和四四拍有什么特点呢 四三拍是每小节打三下的拍子 都 二 三 一 二 三 四四拍是每小节四拍 如果这个曲子是 一小节是四拍的 都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搜 二 三 四 这是拍子的不同 但是四三拍 很多同学谈到四三拍的时候 容易犯一个错误 就是 它会这样来唱 这样来弹 都 二 三 停一下 一 二 三 又停一下 搜 二 三 又停一下 或者是 都 二 三 一 二 三 延长和停顿都是不对的 拍子只要一打开 你的琴只要一演奏了 那么这个拍子是一拍接一拍连起来的 就是不能够让它停顿 不能让它延长 你所有的停顿和延长 都会算到这一小节的拍子里面 那么它就会变成了四四拍 甚至还不止四四拍 所以这个四三拍的曲子弹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拍子和拍子之间是连接好的 搜 二 三 一 二 三 搜 二 三 是这样来弹奏的 我们先唱一遍这个谱子 先唱一遍 还是我来弹奏 你们来唱 我可以小声一点 因为嗓子没有完全好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二 七 一 二 三 二 二 七 二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一 二 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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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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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